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0年9月底绿卡面试亲身经历 一个小时以前呢,我刚刚陪客户在移民局办公室 参加了I485的这个绿卡的面试 那现在呢,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最新的经验、见闻 相应的需要注意的地方 大家知道呢,这个疫情一段时间 现在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刮胡子形象和过去不一样了 更重要的变化呢,是大家知道最近 绿卡排期呢,出现了大幅度的前进 所以呢,很多人在EB1,EB3,包括也有EB2这个类别 那么现在呢,很快从明天新的财政年度开始 就可以提交新的I485申请了,这很好 那么更多人呢,可能也会关注I485面试的信息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那这个首先呢,移民局现在是允许打电话 这个律师呢,来参与 这样呢,远程的参加面试 翻译也可以 今天呢,我和移民官确认了 当然我今天呢,是去移民局办公室 这样呢,也好得到第一手的信息 更好的了解现在这个面试的运作 好和大家分享 那么现在呢,这个移民局当然也还是比较注意安全健康的 首先呢,在外面大家要排队,要有social distancing 那一个一个禁区到移民局 所以除了安检呢,必须要戴口罩 然后呢,在移民局现在同时等待的人就比较少了 你就不要太早去,只要这个提前15分钟内到了就可以 那么到了移民局办公室呢,一般会有一个大厅 过去大厅里很多人等,现在就比较少了 你把这个interview的收据交给大厅的前台 等着交到你的名字就可以了 那么移民官呢,现在也都要戴着口罩 然后面试的时候呢,还会隔着这么一个透明的 这一个divider吧 所以这样呢,移民官问的问题有的时候呢 要听清楚啊,可能就更不容易 这一点需要注意 建议呢,大家在参加爱四八五面试以前 先把各种问题都复习一下 熟悉,省得移民官问的时候 你没有听懂,也降低效率 另外呢,我们此前在别的视频里提醒过大家 就是说呢,你这个文件啊 原件和复印件都可以带去 如果需要的话呢,要交验原件 把复印件直接给移民官就可以了 那这样呢,移民官会比较方便 大家这个,他感觉啊,态度也都会好一些 因为你要移民官另外再复印 这也不是更麻烦一些吗 是吧 那么移民官呢,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 大家知道呢,有一些这个routine的 对每个人都会用到的问题 比如说,对中国申请人 你是否曾经是党员,是否参加过军训 然后呢,还有别的 比如说,是否曾经这个在一些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 现在问的更多 是否曾经偷越国境 是否曾经在这个被药被递解出境 是否给其他人提供过武器 是否参加过犯罪行为 是否有过这个暴力违法的这个事件 是否有和这个毒品等等相关的这些违法行为 所以呢,前面提到 一共有这个80个这种routine的问题 一般呢,移民官还会问这里面 选出来一些,大概会问30个左右 今天呢,我们这位客户呢,没有换工作啊 所以这方面呢,问的比较简单 那也就是个人的一些信息 你的姓名,出生日期,出生地点 你申请绿卡,这个S85的基础basis是什么 当前你在做什么,现在的签证状态 现在在哪里居住,现在在哪里工作 大概是这些 现在呢,这个S85面试呢 时间比以前要短一点啊 估计呢,从进入到移民官的小办公室 到面试结束 一般呢,可能20分钟左右 或者20分钟多一点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你事先把一切都准备好 然后呢,这个 移民官呢,在面试结束以后啊 他不一定会发给你一张这个证明 interview已经结束的纸啊 你要记得像他所要啊 上面会有这个面试的移民官 他的姓名联系方式啊 这样的话呢,将来再联系会好一点 那么面试过了以后 申请会留在local办公室 还是会转到NBC National Benefit Center 或者转到移民局Service Center呢 这个我今天问了一下移民官 看起来呢,大部分申请 还是会留在local office相应来处理的啊 所以这个呢,对申请人来说 应该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过后我怎么查询信息呢 你有移民官的姓名 当然也还可以再问UICS Service Center 大概是这样 那么在面试结束呢 前面说到你可以找移民官所要这个材料 最后呢,我和移民官讨论了一下 就是说那现在呢,这个面试啊 这一次我是去办公室陪同客户做的 那面试能不能remotely进行呢 移民官是肯定说是可以的啊 那么具体的流程是怎样呢 你先要填好了申请表 如果有律师代理要填G28表 如果要翻译呢 也需要填这个有翻译来陪同你参加interview的 专门的移民局的申请表啊 到时候临时说呢,恐怕来不及啊 那么流程呢,是你在interview的时候啊 一开始呢,要宣誓,要检查你的证件 是吧,这个时候呢 移民官可能会问你是否要律师陪同 如果没有问你呢 你也注意要提醒移民官啊 那么然后呢 你把G28表或者翻译的表交给移民官啊 然后从移民局办公室 汇给你的律师留下的电话号码打电话 这样呢,律师就能够参加你的面试了 我们帮助了上千位来自中国的 学生、学者、专业人士、科研人员 各行各业的人才取得了美国绿卡的批准 包括职业移民、亲属移民等等啊 然后呢,我也陪同客户参加过很多次的 i485面试 如果需要呢 我和我的同事们也都可以为申请人 提供i485的准备啊 以及这个面试 还有相关的包括最近的公众负担 i944表这方面的各种情况 更多的信息呢 可以参见我们YouTube视频的其他内容 看我们微信公众号这方面的情况 如果有问题或者需要我们的服务 可以联系我们 好,那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0年9月底 绿卡i485面试亲身经历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